三十四岁梁先生从事消防工作 最近因为肩膀疼痛晚上睡不着觉 到医院超音波检查后发现 左肩旋转肌腱病变造成的发炎现象 摸到后背的动作的时候 就是发现说肩关节会有不适 那在睡觉的时候也发现说 侧躺的时候压到换侧的地方会感觉到疼痛 肌肉的一些病变还有肌腱的病变 然后进而造成说一些发炎 还有钙化还有就是肌腱胀的状况 那这些都是会造成我们的旋转肌退化 然后造成后续的功能上的下降还有疼痛 梁先生因职场关系 肌腱过度使用造成肩旋转肌撕裂症 医生说传统的复健治疗可能不适合他 接受增生注射治疗后 疼痛症状终于缓解 往上举高往上抬高这些负重的动作 那这种动作的话 其实一般传统复健 他在治疗上面他会比较缓慢 而且撕裂症比较不容易愈合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他 做一些真身的注射治疗为主 那他主要是要抽我们的血 然后去离心我们血下半里面的生长因子 让他放到血浆里面 那我们再拿这个血浆来做注射 医师表示 许多的肩膀旋转肌破裂问题 最大主因来自于长期的肩胛脊症后群 疾患死症的患者 手尽量不频繁抬高 不拿重物 肩膀减少背包使用 每日轻微腹健运动 避免关节专年 新唐亚太电视王源杨淑棉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